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四点六点 国立大台现在开始 国立大台的时间 今天有我王阳达 有七叔762 有乙翘 还有童童 今天原本想说一下 《Spider-Man》 因为我看了 但是想想想 都是说另一样 因为 都是 这套《Spider-Man》 《Spider-Wars》 有赞有弹 都是赞得多 反正赞得多 《Spid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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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前 久不久都会吵架家明 家明曾经有一段时间 接构了 有一段时间 迅速又翻山 接近的时间 短到 那条冷河短到 是啊 更短到 找不到另一样的 雷比 找不到另一样的雷比 短到一个不塞车的 他最后 他转过头 就抛回头 話说之前 之前就是 五家朗事件 就是 是五家朗 我没说错 很多前方 不是 那一宗是五家朗 我没有说错 我没有说错 那个运动员的名字 哦 不是 就是 说赞他穿黑衣 赞他穿黑衣 说他是手足 赞他说他是手足 然后就说 喂 又 衣服 多么 多么 青高 上面又没有国徽 又没有国旗 那些 接着被他搞 接着搞到五家朗 被 被建制追击 接着呢 就要 硬要弄回衣服 然后那件衣服 又 不符合身 又不符合打羽毛球 搞到输球 搞到输球 整件事就是 是家明条狗蛋搞出来的 我把家明条狗蛋搞出来的 这个子 你说的 他有很多单 不是 这件事搞到他收皮 这件事搞到他 暂别娱乐圈 但是他短暂之后就出来了 然后就写下这些狗蛋的情文 而且他是没有提过的 没有啊没有啊 没有说为什么要复出 不是啊 假的就是没有 由此就是跟大家讲 林作怎么会有东西 怎麼會有東西呢? 其實沒有人會去記住 尤其是香港這個地方是不會有東西的 其他地方可能會有東西 香港這個地方是沒有人會記住事實的 沒有人會記住 那件事的來龍去脈 來龍去脈、紙攝等 然後到193 其實是五加朗事件加了193 其實是兩件事加起來的 然後就去說193什麼明星不是這樣做 其實那件事就是很笨 193出了一個故事 然後說想 不知道有雙鞋 看到有雙鞋 然後說I want this 我忘記了I want this 還是I need this 忘記了這樣 然後他就說你這樣只是RFANS送給你 首先就不是這樣解釋 就算鞋子也有什麼問題 然後就被人吵到返艇 然後就收狗了 然後我想幾個星期沒多久就回頭了 然後那些人沒有了一件事 他也沒有了一件事 大家都沒有了一件事 他最近又被人吵了 他最近又被人吵了 他最近被人吵了什麼呢 最近被人吵了他 就是剛剛星期五 荷里活廣場斬人事件 他就出了一個帖 就是去 他那個帖叫什麼 還原真相 還原真相 就是講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廚師 那個廚師 當時怎樣 怎樣 嘗試救人 什麼什麼 但內容不重要 重點是 他整篇文章 其實是明報的報道 其實是別人明報的文章 是 那整篇文章 又沒有credit 又沒有出處 什麼都沒有 整篇文章就在自己的項目上出 接著那些人就覺得 這篇文章 嘩很噁 因為當時是情緒上 大家很 就是 第一就是 情緒 情緒上來說 就是 覺得 今早所講的一件事 很害怕 嗯 也都覺得很 也都覺得很噁 嘩下一個會不會是自己 會不會就是 說不明白 然後 也都很想在這些事上 去找到一些 叫做 怎麼說 正能量 嘗試尋求正能量 其實是 香港人根本是中國人 你知道嗎 是 從來都是 你明白嗎 他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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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抵擂的血 他抵擂的血 是很喜歡中國人 而中國人就是很喜歡 在災難裡面去找一點 兵幫 是的 這個等於 溫爺爺所說的 多難兵幫 就是他很喜歡在災難裡面去找 人性光輝 是的 人性的光輝 怎麼亂 就是曾經成龍也這麼說過 成龍是最了解中國人的 是的 就是成龍首先 成龍說過就是中國人要管 還有中國的電視會爆炸 還有成龍也說過就是 他每一次看到一些災難 他都很感動 是的 就是他每一次看到災難 有些人性的光輝就很感動 所以他希望這些災難多一點 成龍很了解中國人 只要他經常在水災 有些大災難 那 人性就很光輝 越來越燦爛 摧燦爛 大家就整天手挽手 其實以前香港人就是這樣團結 是的 以前香港在很長的時間 就是彤彤未出生的年代 那個是烏鷹 應該是 現在對昆蟲都不一樣 應該是烏鷹 應該是烏鷹 我很怕昆蟲的 以前也是很流行 以前還是在華南地區 經常都水災 那些時候 其實也是 香港人是靠著鎮災而團結的 其實 不過那個你們不知道 因為那個是你們出生之前的年代 以前是很喜歡捐錢 是 是 震災啊 加上當年電視台的影響力 是啊 還有一些事情是慘 而 其實 其實現在也是 其實現在也是 這樣 然後 當時很需要那些人性的光輝 大家就在那裡狂分享 但是 首先就沒有人記得了 家明是一個 是一個多麼糟糕 多麼黑的項目 這個 一來 應該是一個人還是誰 應該是一個人 就說 這個項目不會超過一個人 不會值得超過一個人去做 嗯 不是 我覺得是幾個人 是啊 一百糟糕 是啊 以現代糟糕的工作能力 我覺得要幾個 出文星 我覺得一天出一個姿勢需要幾個人去做 嗯 就是以現代這些糟糕的工作能力來說 當然對我們來說就不用了 但是對那些糟糕來講是要的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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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就被人 就被人 就被人 就說他 喂 你抄勾報紙 抄勾報紙的東西 又不下課金 他現在下課了 如果你現在看他的項目 是 但是很多人 主要都是黃絲 那些 但是 你們是 deserve 看這些東西 就是 你的deserve 是看這些這樣的 就是我覺得 你養大 不是 還有 其實他們根本是不理的 就是 大家在網絡上面 或者不是在網絡上面 在這個世界上面 他們大家只是 只是尋求他當刻的情緒需要的東西 而他不會看那件事 就是歷來都是這樣的 這個世界 從來都是這樣的 就是 就是 政黨也是這樣的 投票也是這樣的 或者是 你支持一個人 或者支持一個團體 你 你當刻覺得 就是 那件事就手 你就是 就支持他 就是等於以前說 七一大遊行而已 總之你走過 見到捐款商 你就進去 其實你不看check record 也不會去看 往績 各樣的事情 而 我以前 其實這件事 我最主要不是想說 家明底調 家明底調都講了很久 而 其實底調的不是家明 底調是養大家明 這些垃圾 page 其實當然不只家明 還有很多這些垃圾 page 大量這些 大量這些 這些 暗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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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糕自稱媒體 那些 譬如之前 有一堆 曾人富貴厭人頻 那些暗糕仔 譬如又自稱是 媒體平台 等等 然後 看到郭富城 看到郭富城 跟老婆抱著兒子 在馬場 然後就說 這些人有特權 可以帶小孩到馬場 為什麼小孩不能進入馬場呢 小孩不能進入馬場呢 就很愚蠢 很沒有知識的嘛 馬場不是投注站 看狗仔 馬場是看跑馬的 而跑馬是運動來的 傻子 就是 他們連這些最基本的知識都沒有 然後就說 媒體 說自己 其實有很多這些垃圾 我相信 譬如 譬如 有個項目 雖然 其實他都黃黃地 不過他有時候 不懈政治 我就廢話 跟他說 有個項目 每天都很勤奮 每天出帖子 就是講一些舊時電影的事情 你知道以前 誰拍什麼電影 以前 昔日什麼什麼 不要說名 不要說名 他都知道 基本上錯得很厲害 哦 是啊 就是 那套電影是誰拍的 那些 好笑 他整天在comment裡 被人吵醒他 好笑 就是 現在是 現在是 現在是這樣的 現在這個世界是這樣的 就是 遙想 遙想剛剛 開始 社交媒體興起的時候 就是 我還會覺得 這個世界會有些 就是 大家怎樣去用這個平台 大家怎樣去 看待各自發表的事情 例如就是 給credit 例如 別人出了個片 出了個post 你share 別人 就是它有個share制 譬如像Facebook也好 cheater也好 你應該recheat 而不是copy and paste 就是你拿別人 你copy and paste 對了 剛剛又有個不知道什麼 有個不知道什麼 其實我想說 香港的資訊圈 越來越亂 但我以前 我覺得很愚蠢 譬如過去 我還會 我還會 我還會記得 以前我看到 有人 譬如好像 那時候 徐遠 不是經常說廣告的 那樣 徐遠專門說廣告的 然後呢 我還記得有一次 我看到徐遠 拿了別人的廣告片 然後就在自己的Facebook 那個page那裏出 那樣 就是在Facebook出了那條片 然後就 講那條廣告 但是所謂評論講幾句 你看看泰國人 真的有趣 真的搞笑 然後大家就狂share 然後我還記得我去留言 我說 不如你share別人的post 你這樣拿了別人的片 那就賺取別人的流量 那些這樣 那就是 我經常都覺得是 應該要有的 這些基本的 就是 就是 基本的禮貌 或者基本的網絡禮儀 那樣 但是 是越來越沒有的 那譬如好像大家 今天在講家明 講家明 喂 copy了個明報 整篇東西 copy 不下 credit 拿過來 那 那 如果他copy 整段拿下來的 是可以升到你們 就不會屁股 其實 你拿明報 你就屁股 譬如等於 以前我很記得那些 混蛋黃絲帶 他們 譬如剛才我說的 關不關心出處 應不應該付 credit 屁股 他們是不講那件事的禮儀 無論是香港人也好 或者是那些 黃絲 最主要是泛民左膠 他們是有時候會很關注這件事 他們有時候會很關注這件事 譬如你去 你叫他 或者你cap他圖 譬如你cap他 舉例你cap他的圖 譬如你cap他才算 譬如林輝不斷 林輝不斷 說我cap他的拍片貼文 我cap你的圖是斷你的 即是 如果我是禮貌 有些我可以留言 我可不可以截你的圖 我可不可以截你的圖 去公開吵架你 哈哈 但是他在這些位置 他就會覺得 他說他在這些位置 又或者有時候 有些事情 他會覺得 你引述他說的話 都是不能夠的 然後他就會吵架得很吵架 但是當他是自己有的時候 就無所謂了 譬如我舉一個例子 我覺得香港媒體 香港網媒的其中一個 最噁心 最噁心的一個做法 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很喜愛 就是整群黃絲很喜愛 經常都悼念的《立場新聞》 《立場新聞》 是首創 是新聞界之始 他們是首創一件事 他們是首創一件事 他們是報導別人的專欄文章 我屌你老母臭氣 別人在報紙上寫了專欄文章 然後他報導 他報導 林幸子今天寫了一篇專欄文章 就是關於什麼什麼的 然後他叫了別人的專欄文章 88% 超過八成 人家信報是給了稿費林幸子 去刊登他那篇文章 你到底在報導別人的專欄 然後就刊登了大篇文章 然後大家都覺得沒事 你引述他反駁他 或者你有些elaborate 再說 你都說叫做 他沒有的 他沒有的 純粹只是說多一次 是啊 他就是說 然後那時候 剛剛開始網媒的時候 然後 因為這件事情 我也跟幾多朋友 艾倫交過 我想說 因為那時候 剛剛網媒 剛剛叫做如雨後春筍 一樣湧現的時候 那些so call 泛民立場 自稱知識分子那些人 然後 然後 就 經常在說 網媒質素 以及質疑網媒炒稿 就是炒稿 他們在討論說 炒稿 為什麼呢 那時候 不知道剛剛開始 開始強調 有些 也是泛民立場的 開始 明報 明報 立場 以及後來的全真社 又開始 嘗試去報 做深度報道 深度調查 還有那段有一段很長時間 就說明報 明報是香港僅餘的深度調查 然後 其實因為是粉底 然後就去貶低一些 網媒 然後就說 現在網媒質素很參差 經常在炒稿 大家的新聞互相借用 那些 然後我在我朋友那裏留言 我說 你看看你自己最喜歡的立場新聞 他整篇 他整篇專欄在報道一次 他整篇專欄在報道一次 然後這樣去把別人給了稿費的東西 飆涉過來 那你不說這些? 你在那裏說新聞那些炒稿 你不說這些? 我見過幾個那些朋友 然後說完之後 他又不出聲 又覺得沒事 好了 接著去到今時今日 去到家明這件事 我又見過那幾個 其實已經沒有聊天了 那些show call 的那些朋友 在那裏說 家明這樣就不對了 這次就不幫他了 整部名片的東西 這樣copy 下來 我看到這些之後 我覺得你們是deserve 你們是deserve 一輩子都看家明的 你們是deserve 一輩子都看金水 家明這些東西 香港人就是 或者香港文字媒體的人就是 管理到什麼就是 講一套做一套 標準的立場又不一致 你反觀大陸就不一樣了 你大陸就是 你開個抖音來看 你今天做個gap 你今天說個gap 明天所有搞笑片的 個個都做一次 大家全部一起做一次 大家根本就沒有 比如說 等於我上次說那個 什麼滑呀滑呀滑 你一個滑了一次 接著所有人 就扮有志遠老師滑一次 你呀滑你呀 你今天跳了那隻不知什麼舞 接著明天所有人都會跳那隻舞 大家都按一次 大家都按一次 人家擺明就是沒有知識產權這個概念 人家可以這樣做 人家這樣做 因為生活在共產中國 共產中國就是這樣去理解 大家就是 照 你又抄我 我又抄你 你copy 我copy 你的 我之前 是很 我之前是覺得 我覺得是 覺得 有些東西 我不找回原 source 出來 去share 是 我會自己覺得有些不好意思的 有時候我覺得 譬如我看到一些很搞笑的東西 或者有人去share了一些 copy的東西 接著我會跟一些 網友說回 其實原片在哪裡來的 原片在哪裡來的 我現在都已經 我現在都已經沒有了這個 第一就是沒有了這個耐性 第二就是 我覺得 屁股蛋呢 屁股蛋呢 大家就 大家就開始看 大家就是整個 大家就 現在大家整個網就是 你是 deserve 看垃圾的 大家一起不去關注這些 譬如說回 content farm 又或者那些 垃圾假新聞 或者一些不查證的新聞 那些 大家是 deserve 看這些 就是 有時候 我現在看 大家 facebook share 那些 什麼新資訊 那些 有時候 我都會 我都會 曾經有一段時間 譬如 cheater 或者facebook 尤其是以前遊行示威那個年代 以前遊行示威那個年代 以前遊行示威那個年代 Twitter的文字資訊 都很重要的嘛 嗯 有時候你會即時看到 或者某幾個帳戶 它即時是文字 告訴你哪裏是發生什麼事 那以前會覺得 資訊的即時性 或者真確性 是重要的 但是現在 因為大家都覺得不重要 所以 貼士 即時 又或者是一些 叫做 真是 有求證的資訊 可以說是 根本的近乎 蕩然無存 譬如那時候 七叔不是寫了一首歌的 七叔不是 那時候我們寫了一首歌 是笑咬 吵咬香港另一的 有 是啊 那首歌是 除了 除了 除了說他金主收緊銀筋之外 打架做新聞 是啊 我們就說他 做一些假的爭議出來 然後就在那裏辦 在那裏做 推上部編輯不負責人 是啊 他假裝有些爭議在那裏 然後就在那裏做 然後 現在已經全部都是這樣做 現在基本上沒有記者 當然沒有記者 也因為 就是拘捕人 蓋了旗 沒有人再投資新聞 但是 現在做的事情 其實 大家就是 根本就是在網上找些東西出來 就是說 喂 你就說網民什麼什麼 他就說網民什麼什麼 他就說 在這裏就有個 發生了一件事 這個 彤彤就 彤彤9527就說 是啊 是啊 然後他就說 他 為什麼會接受這個男人呢 這樣 哎 一個理由令到全網都震驚了 這樣 你卡進去就找不到一個理由 你要看 你不知做什麼 整個都是這樣 整個都是這樣 整個都是沒事的 然後就在討論區裝吵架 自己寫個帖子 然後自己報道那個帖子 全部都是這樣做 全世界都是這樣做 那你現在是 那為什麼會全世界都是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 大家鼓勵這些 根本大家是鼓勵這些 大家喜歡看這些 於是 你不就是看到這些 你不就是 deserve 看到那些 什麼國庫城塞去一切啊 什麼 梁振英忘記關咪啊 那些 這樣 接著之後 接著之後 一大堆那些 垃圾架新聞 content farm 大家 互相炒來炒去 copy這些東西 接著之後 又在報道網民一些東西 然後扮在那裡有新聞 就是 就是我現在已經 譬如我現在 我看到今時今日 我看到今天 有人在這裂家明呢 我覺得那件事情很 很是 時光倒流 今天叫家明幹什麼呢 今天整個網都是家明啊 今天已經是 我們用網這個字眼可能很奇怪 又或者 我們曾經覺得 資訊 或者 資訊傳播 這個這樣的 這個這樣的 我們覺得 傳訊 是 我們覺得資訊是一種力量來的 我們曾經認為 其實我到現在都認為 資訊是一種力量來的 一個信息 一個信息 應該可以帶來一些 比起 物質 或者金錢 更有巨大的影響力 但是 當我們擁有資訊器具的時候 我們從來都不去珍視這些資訊 我們從來都 我們願意 甚至乎樂意 去見到劣幣驅逐良幣 然後我們是 很樂意 這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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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許一些假的資訊 衝流量的一些 一些 抄襲 不尊重知識產權的東西 我們是容許它發生的 我們也是去鼓勵它發生的 於是乎 看整個資訊圈子 就變成 全部都是垃圾 這樣 反過來 又說回大陸人 就是 大陸人 你想想 你想想 譬如我們經常都會說 譬如抖音很多低能的東西 嗯 但是你要明白 大陸人 是不可以在上面論證的 嗯 他們是不可以在上面異證的 其實他們有的 只不過他們會被拘捕 就是 他們是不會 他們是沒有一個公共 他們是沒有一個公共討論空間 他們沒有這樣的事情 他們沒有一個所謂的公共 沒有一個公共資訊空間 他們也沒有所謂是公民社會 那麼 他們的抖音 他們的抖音就是 就是雷鏡扭屁股的 他們沒有正經的事情可以說 他們不能說正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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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加一個雷鏡 找一條女兒扭腰扭屁股 那 而 你 有時候 這個又是告訴你 為什麼抖音會征服世界 就是 你看抖音的感受是 安樂很多 因為 你一開始抖音你就知道 我現在進入一個蠢系的世界 而且我就看到蠢系的東西 That's fine 你在香港這些地方 或者你跟香港所謂的公共社會 公共圈子去討論的時候 他明明還有 就算是國安法那些事情 他明明還有一個公共討論空間裡面 但是沒有人善用他的 還有 好了 香港曾經有的言論自由 是被你揮霍了去的 香港曾經有的 香港曾經有的新聞自由 香港曾經有的出版自由 是要來做什麼呢? 香港最有新聞自由的時候 結果就是養育了蘋果日報 那蘋果日報是要來做什麼呢? 就是如果蘋果日報 就是如果蘋果日報 是新聞自由的最後的雕堡 如果蘋果日報 它就是代表著新聞自由的基石 那我們回顧蘋果日報到底是做什麼的 蘋果日報作為一個 就是香港新聞自由的最後的堡壘 這個堡壘裡面裝的是什麼 它裡面是什麼 它裡面是安心出行 陳健康事件 浴海肥花 一茶這些 或者抹黑半導派 或者是 吊咬我們 吊咬黃毓民 吊咬陳雲 一大堆這些 這些事情 因為你最後的新聞自由 就是要來做這些事情 當然你被打壓 被打壓不是自己造成的 我不可以說你被打壓也是被打壓 不是你被打壓 我們被打壓 大家被打壓也是被打壓 但是 但是 吊咬你了什麼 在你被打壓的時候 你拿出來做什麼 好了 比如選舉這樣 你被剝奪了選舉權 有選舉權的時候 你拿來做什麼 有選舉權的時候 你就是雷動 你就是雷動 你選樓小禮 吊咬你了 就是 這番話 我 我 有75%的朋友 死那天都不會承認 尤其蘋果日報這樣死了之後 你想想這幾天 這幾天六四 我們曾經 就是當年很多那些 不怕我說一點點 我們很多朋友 曾經和我在 pre本土主義 就已經有一些所謂的 就是那邊黃絲 沒有本土運動 他們已經是懲罰毒那些 一起 跟我一起做懲罰毒的人 我說 經過大家 經過了十年的本土運動 曾經有個moment 大家是解掉了懲罰毒的 他們今時今日是打回原形 繼續還原 這些人都好像沒有人十年失去光陰那樣 沒有人說完了 譬如 譬如 其實我早幾年都講過這個話題 就是 早幾年都講過這個話題 香港是最大的六四集會 香港是全球最大的六四集會 嗯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為什麼全球最大的六四集會 不是在美國 為什麼全球最大的六四集會 不是在英國 為什麼全球 或者最接近 為什麼全球最大的六四集會 他不是在台灣呢 嗯 那他有個自由的 他有個自由可以做的 那為什麼他不是呢 就是因為 他在那裏搞六四集會 是contribute不到他的選舉 你明白嗎 而香港的六四集會 之所以是全球最大的 是連繫著政治利益而存在 你要直接消失了 你才發現到這件事 如果不是的話 如果純粹就是說 如果純粹就是說 喂 這個這樣的 因為打壓 那當然是一個打壓 你理論上應該有一個集會的自由 當然你已經沒有了 但是 那麼多人移民了去英國 那麼多人移民了去台灣 那麼全球最大的六四集會 就應該在英國 但是為什麼沒有發生呢 現在在台灣 但是他也沒有 每年都有一些 但是他不是維園 他不是那個規模 沒有得比 就是因為養育了這件事 之所以會有一件這樣的事 是因為整個 成產業 是因為產業的問題 不成產業 那件事成不成產業的問題 他不成產業的問題 他不存在 他沒有公衰 那件事最後是公衰關係 屌你老尾 所以去到現在 所以我看到現在 現在有人在這裡 屌家明的時候 我覺得 你 你們 deserve 你們 deserve 看這些東西的 你們永垂不撈 我覺得 我遲早都會like and share 家明 讓大家可以多看一些 有人課金給我 250元 阿姨明天做手術 做濕 阿姨明天做斟手術 叫我幫忙上香祈求 手術順利拜華 好 不說這些 我們待會回來 說其他 開到 你的 會 像 寧